金建会今天公布8月份景气灯号继续亮出代表衰退的第10个蓝灯 这已经超越了金融海啸时期连续9个蓝灯的记录 但是金建会说明如果以平均分数来看 现在的情况并没有比较糟 出口连6降 失资薪资倒退 金建会今天公布8月份景气灯号 从16分降到15分 维持蓝灯 比起1981年二次石油危机 2000年网络泡沫化以来连续10个蓝灯也是史上第三场 破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的连9个蓝灯 2008年9月到2009年5月连续9个月蓝灯期间 平均每个月的蓝灯大概是10.7分 那过去这10个蓝灯平均分数是14.7 大概足足高了4分 金建会分析比起金融海啸时期急速降低在反弹 这次的景气缓步下滑短期也看不到明显回升 不过学者认为9月份的出口已经有证数的表现 电子业又有新品上市 下个月转正的机会相当高 电子有很多新的机种都在推出来 比如说iPhone 5或者是HTC或者是Nokia 还加上Window 8都要推出来 对我们台湾已经低迷了接近两年的电子零组件 产业来说他们就是一个他们带动的契机 另外中央大学台经中心今天也公布9月份 消费信心指数为74.35点 比8月稍降0.83点 唯一上升指标是投资股票时机 第四季整体信心何望持平或回升 学者建议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带动内需 刺激紧进复苏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导